警自杀性挡车被撞 违规男大生负14万5代驾 啊 有警察 画面再看一次 警察叔叔走到马路正中央 硬生生被撞了 我刚刚在看旁边 我回过程来的时候 你这么快干嘛 这个骑程违规左转的 20岁阳性大学生 因反应不及 把蓝检的永心派出所 相信警员 撞到膝盖十字韧带撕裂霜 怪账拿了一个多月 事后男大生与受伤警员和解 得赔偿10万元 加上违规罚单4万5千元 还吊销驾照 他说当时车速约40公里 根本来不及散避 虽然有错在先 但他对警员不顾性命安全的取缔方式 我有为辞 还让他受到这么重的处罚 让人无法理解 但警方说取缔前正常步行速度 走道路中央视线可及之处 并有吹哨子笔手势拦减 执行过程合理 动新闻台中报道 独家爆料的苹果 精彩哟 就拨奖先全你指定的慈善机构 请拨账号或电子邮件 苹果运动网站或APP的爆料传区 你爆料我捐款